第九百一十集 看见令牌 蔡将军立即在马背上下来 单膝跪在地上 参见太子 太子有令 立即迎战 玲珑沉声说道 蔡将军抬头看着马背上的人 一脸为难 怎么 连太子的令牌都认不得了吗 玲珑居高临下 看着跪下之人冷声道 为臣当然认得 见令牌如同见人 既然认得 还不赶紧执行命令 是 蔡将军拱手 为臣真命 从地上站起 蔡将军一跃上马 立即往回 下令之后 玲珑快速地赶到了城墙上 却不想 远处的战营 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异动 迟疑了下 他摆了摆手 一位士兵举步靠近 玲珑小姐有何吩咐 传我口令 打开城门 派出一千精兵 准备作战 玲珑用力握了握拳 一个多时辰以前 看到凤九儿说的话 他心里便不踏实 没想到这么快 便有对方倾占 烧了他的粮仓 是 侍卫汉手转身急忙离去 玲珑拿起望远镜 再次看向城外 过了一会儿 他微微勾了勾唇 冷笑道 凤九儿 不管你有什么阴谋 这一次 我不会让你有命进城 突然 一阵奇异的风 从背后悬起 玲珑一转身 身体顿时僵硬起来 你 你怎么会 他瞪大了双眸 看了突然出现的女子一眼 赤线往两边一扫 原本还有士兵把守的地方 士兵一个个倒了下来 好像中邪一样 你对我的人 究竟做了什么 赤线回到凤九儿身上 玲珑冷身问道 你的人 举你一样笨 凤九儿 微微勾了勾唇 手中不知道何时 多了一把短刀 抵在玲珑的脖子上 玲珑视线往下一看 人一动都不敢动 你不是 只会一些三教九流的功夫吗 何时变得这般厉害了 三教九流 凤九儿 再次勾了勾唇 是凤青音跟你这么说的 也难怪 要是凤青音说实话 你也不敢亲自过来杀我了 不是吗 我相信小姐 不是这种人 凤九儿 你少来挑拨离间 你小姐是什么人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建议有我 死不了 你可没这么幸运 九儿凑眉看着玲珑 气息冷冽到了极点 想起剑衣 被这个女子和凤青音 害成这样 她到现在 心里还堵了一口气 懒得在跟她废话 凤九儿往前一压 短刀在玲珑的脖子上 轻轻滑了一下 令牌 交出来 脖子上热辣辣的疼 玲珑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什么 令牌 少给我装 赶紧交出来 要不然这一刀 便会划在你脸蛋上 凤九儿促没说到 不见女子有任何动静 她手一抖 短刀在玲珑的下巴处划过 太子的令牌交出来 玲珑不敢大意 从腰间将令牌解下 令牌是假的 给你也没用 凤九儿不理会她的话 随手将令牌 也取过 在凤九儿认真看令牌的时候 玲珑突然一甩衣袖 衣袖中的药粉直勾勾的往凤九儿的脸蛋扑去 毁了你这张脸 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人 却不想凤九儿比她的速度还要快 她随意一摆手 药粉一粒不留 猛地往玲珑扑过去 原本想要从城墙上逃离的玲珑 还没有来得及转身 脸上铺了一层毒粉 惨叫了声 她捂着脸 双腿没站稳 往城墙倒了下去 为了能看到对方战营的情况 玲珑选的地方有几分隐蔽 附近的士兵倒下一片 暂时也没人知道这边的情况 凤九儿站在城墙边 往下看了一眼 转身消失在这段城墙上 不到一刻中 城墙打开 上千名士兵骑着战马 一同涌了出去 哪怕是看不见队军 每个士兵都精神抖擞 做足了作战的准备 可惜 整整一刻中过去 城墙外 除了冷风阵阵 还是看不到任何人 就连对方的号角声 也没有传过来 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士兵匆匆而来 报 一位士兵 看着坐在马背上的蔡将军倒 说 蔡将军回头看了一眼 眼底满是怒气 他们在城内连连将敌军击退 却不想和城外之人 理应外合之后 要听令于一个贵妃的人的话 蔡将军心有不甘 奈何玲珑手中 有太子殿下的令牌 他不能不从 听了玲珑的话 带着一千精兵出来应战 等了这么久 一点动静都没有 现在看到玲珑的手下 蔡将军的心情可想而知 城楼上 打起来了 玲珑小姐不知所踪 前来的士兵说道 蔡将军回头看看不远处 深吸了一口气 驾马转身往回 传练下去 所有兄弟撤回城内 蔡将军的随从汉手 转身看着兄弟 回城 回城 走 浩浩荡荡的队伍 在城门外 吃了一两克钟的西北风 又进了城 城墙上 另外一支军队赶到的时候 凤九儿等人 已经从不同的方向离开 不一会儿 城内的另一个大宅子 再次起火 那是放日常用品的一处宅子 士兵们的衣裳 被褥 鞋袜 还有帐篷等等 两军早上才会合 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分配下去 却不想 一场无名火又烧了起来 霍白雪 带着兄弟神出鬼没 放火之后便离开了 仅有少数守护宅子的士兵 根本来不及搞清楚状况 粮仓的火 还没有完全扑灭 一撂仓就烧了起来 城墙上的 兄弟伤亡一批 城墙下 出去准备作战的兄弟 泄气往回 短短一刻钟的时间 城内一片混乱 蔡将军守在城门内 看着不远处的火光 连连叹息 报 一个士兵来到他面前 拱了拱手 情况如何 蔡将军沉声问道 报告蔡将军 粮层火室已经扑灭 救出来的粮食 只有少半 士兵连头都不敢抬 究竟是何声放火 蔡将军的声音更沉 士兵抬眸看了一眼 立即低吹脑袋 暂时还找不到放火之人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